疫情嚴峻 各地急需疫苗 昨天晚間最新消息 食藥署是宣布四十億萬劑的AZ疫苗 是已經通過了檢驗封肩 連夜趕工的配送到各縣市 而至於南投縣長林明珍 要求中央開放地方自行 採購國外的疫苗 更表示已經和中國代理商聯絡上 指揮官陳時中就回應 他們沒在打的我們有點興趣 他們在打的我們不敢用 連夜配送AZ疫苗到各縣市 十一署二十六號宣布 這批在五月十九號 自荷蘭空運抵臺的四十一萬劑 AZ疫苗通過檢驗封肩 其中疫情重災區雙北市 將分得十五萬劑疫苗 會優先提供第一線的醫護 僅消人員施打 疫情籠罩全臺 許多縣市首長都憂心 疫苗短缺止不住疫情 南投縣長林明珍率先發難 要求中央開放地方政府 自行採購國外疫苗 更表示已經和BNT疫苗的 中國代理商上海復興聯絡上 預備金也已經準備好 地方平向中央喊話南投縣府更在二十六號上午九點半以最快方式發出公函 新聞指揮中心盼望點頭授權 同時也有消息指出南投縣府想采購的BNT疫苗可能是由中國代工 中國也在此時出招國台辦證實上海有民間機構願意捐贈疫苗給臺灣 核中廠牌由臺灣自己決定 指揮中心重申疫苗由中央統籌分配 指揮官陳時中更強調 目前中國還沒有核發藥證等正式文件拿到再說 全臺寄望疫苗緩解疫情 總統蔡英文指出包含外購和國產疫苗 已經購買將近三千萬劑 在未來幾個月 每月分批到貨 到八月底將會有累計一千萬劑疫苗 記者綜合報導